首先我要谢谢NOWNEWS 今天新闻的黄董事长的工作团队 一个网路媒体愿意这样子的投入 持续地坚持这个国家最根本 也最重要的一件修宪的工程 我真的感到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谢 我们NOWNEWS近日新闻的黄权仁董事长 我们郑志宏总经理 还有国际总编辑 我们现场还有几位我们的立法委员 总统府李敬益副秘书长 还有相信在座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我要谢谢NOWNEWS 今天新闻的黄董事长的工作团队 第二次举办修宪论坛 让朝野政党的代表以及民间的伙伴 还有很多的年轻的好朋友都可以互相交流想法 我刚才在台下仔细聆听黄董事长的一番的谈话 我倒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一个网络媒体愿意这样子的投入 尤其是没有流量的情况下 不能说没有流量 应该还是有的 那在流量有限的情况下 那持续的坚持这个国家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件修宪的工程 那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谢 那这一次的论坛主题是年轻世代先的蓝图与愿景 我相信我们都有责任要留给下一代 更能够支撑台湾面对未来考验的宪政体制 那也因此我觉得年轻世代在宪政改革中是不能缺席的 那在今年的520我做出了宣誓 我说国家体制的强化以及民主的深化 是我未来四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那作为一个总统 尤其是已经连任的总统 我相信对于国家体制的运作 其实更纯熟也更有一些想法 那同时也因为没有连任的压抑 更能够客观的来思考我们国家的宪政体制的改革 那立法院已经成立的修宪委员会 那跨党派的立委们也陆续提供了很多宪政的修正案 或者举办公听会 记者会 我很期待透过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的运作 能够搭建出有意义的对话的平台 让关于政府体制 人民权力等各项的宪政议题 都能够充分的对话 其中在众多的宪改议题里面 18岁的公民权是朝野政党都有共识的项目 民法把成年的年龄下修为18岁的草案 也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 那身为总统 我很乐见18岁公民权开始有明确的进展 让宪法和法律有机会与时俱进 契合台湾社会的价值 那么今天的论坛有好几位年轻的演讲者 也有不少年轻的朋友来参加 我非常期待接下来在立法院 我们修宪委员会的讨论里面 大家都能够持续的关心 积极的表达意见 不只是18岁的公民权 每一种宪政改革的主张 也都需要多听听我们年轻世代的意见 另外这次论坛相当的用心 邀请了国内有立委席次的五个政党来参加 我相信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年轻朋友 以及社会各界对修宪的呼声 那么修宪是国家大使 需要朝野合作才能够达成 那我期盼在修宪委员会运作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为了国家 也为了台湾的下一代 寻求出最大程度的修宪共识 我再一次调调 朝野合作 世代合作 这是宪改成功的必要条件 也是台湾社会前进的必经的过程 那么我也会带领我们执政团队 还有执政党为此来努力 也需要各个政党和公民社会 来共同努力 没有人应该要自身世外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跟董事长有一番谈话 那我很认同他的说法 这是一个要全民投入的一个工程 那对我来讲更是一个我们国家社会总动员的时刻 也只有在我们大家都动员起来 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修宪的高门槛 达到我们修宪的目标 所以我要预祝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 也期待接下来县改工程有具体的进展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